馬上來看是政治方面的消息 四年前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提出台灣共識 但在訪美時人都還沒有離開美國 兩岸政策就被美方打臉 蔡英文這次提出兩岸維持現狀 更是見到了美國副國務卿布林肯 美國國務院是肯定蔡英文的來訪 外界普遍認為蔡英文這次是來面試還有補考 究竟有沒有通過考驗呢 來看我們的報導 覺得要很科技的說好 可是又說不下去 如釋重負難得哽咽 因為就在不久前蔡英文才剛見到美國副國務卿 四年前訪美蔡英文的台灣共識 沒有獲得美方青睞 四年後帶著維持現狀的說法 捲土再來 補考兩岸政策究竟成績如何 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署前署長包道格雖然話說得保守但仍有肯定的意味 因為就在蔡英文離開華府後美國國務院感謝蔡英文來訪 但也重申一貫立場也就是一中政策沒有改變 倒是CSIS演講後蔡英文多次必談九二共識跟一中問題 美方能接受嗎 我不太關心她的說法是否用到九二共識 因為我知道在台灣有一個討論 關於九二共識的討論 所以這是一個奇怪的討論 但沒有討論的討論 所以我認為她說得正確的討論 而且需要保持穩定的關係 刻意在九二共識上保持模糊 卻又高舉憲法框架來建立穩定的互動 華府兩岸專家高度關注 白宮更是開了大門 證明美方態度已經大不同 戰略戰術更清晰 美方上下不再否定蔡英文立場 揮別2012年陰霾 蔡英文維持現狀的論述 已經展現不同的政治高度 幽電TV會景順劉一軒 紐約報道